文 郭世亮 即2008年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之后 15年来 A股市场又一次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 2008年 A股市场开启了两次证券交易印花税的下调 两次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结果 则是促使A股市场走出单日涨幅超过9%的走势 15年后的今天 在证券交易印花税下调的影响下 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高开的走势 高开幅度达到了5%左右 但是好景不长 8月28日 A股市场出现了高开低走的走势 全天涨幅从5%缩水至1% 并留下了一个34点的跳空缺口 在上证指数的历史走势中 常有逢缺必补的说法 虽然市场的跳空缺口不一定在短时间内快速回补 但高开缺口对市场的牵制比较大 市场总是担心股市很快会填补这个跳空缺口 证券交易印花税减半征收 本来属于重要利好消息 但是A股市场为何还会走出高开低走的走势呢 除了政策层面的回暖因素外 我们仍需要关注汇率的变化情况 截至目前 离岸人民币汇率依然处于7.30关口附近 汇率依然处于低迷阶段 在汇率走低的背景下 同样影响着北向资金的净流向表现 8月28日 北向资金净流出规模超过80亿 从北向资金的角度考虑 也许更关注汇率的波动情况 只要汇率持续低迷 北向资金很难出现大幅净流入的迹象 除了汇率的影响因素外 还与A股市场上方的抛售压力有关 经过了这几年的区间震荡走势 A股市场的套牢筹码风区 位于3200点至3500点之间 让市场冲破这一个沉重的筹码风区 需要有巨大的成交量进行推动 若市场冲击强压区域失败 那么只会导致上方积累的套牢筹码越来越多 并成为股市上行的拦路虎 在A股大幅高开的影响下 却涌现出了一批获利了结的资金 即使有重要利好政策的刺激影响 但从不少资金的意愿来看 依然选择了获利了结逢高派发 也可能是部分资金对市场态度保持谨慎的表现 此外不排除部分套利资金 借助交易工具反复对冲套利 与普通散户相比 部分机构资金或外资资金 不局限于单项做多的交易策略 他们可以利用多种交易工具完成套利 即使A股市场走出了高开低走的行情 但对部分套利资金来说 依然可以实现套利的目标 但是从普通散户的角度出发 他们在交易策略上却显得比较被动 在实际操作中 普通散户只能够通过单项做多获利 然而当投资者高位买入时 却无法及时纠错 只能够在下一个交易日 才能够纠正前一天的交易策略 因此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 还是希望获得对等的交易制度 增加日内纠错的机会 这样才可以更好与机构投资者进行较量 证券交易易花税减半征收 这是A股政策底部的重要标志 除了易花税减半征收外 减持新规与IPO收紧等 对股票市场的影响也是比较积极的 在减持新规的影响下 已经有一批上市公司宣布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有望缓解股票市场的持续抛售压力 从市场资金的角度出发 已经看到了A股政策底 估值底的确立信号 但仍然在等待着股市回暖的催化剂 也许汇率的企稳回暖 将会是A股上涨的催化剂 一旦汇率走强 外资资金的净流出情况将会发生逆转 作为市场行情重要风向标之一的外资资金 他们的持续净流向表现 对A股行情的走向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